穿着潜水衣身上还背着氧气瓶 学生在教练带领下潜到海中 拿起毕业证书在镜头前拍照留念 这是屏东水泉国小的毕业典礼 教练细心帮忙学生调整设备 告诉学生如何在水中呼吸 这场毕业典礼就在后壁湖的海中举办 这是我们水泉国小的第一次 让毕业生在海底业毕业证书 让我们在地的孩子能够多一点接触海洋 然后从事海洋活动的一个机会 毕业生前到海底全程都有教练陪伴 毕业班导师原本没有潜水经验 为了毕业典礼事先考取初级潜水证照 毕业典礼海底举行 另外在东台湾学校则是选在树上举办 台东的三仙国小有一位校友舒旺 教导学生爬树 也规划进行爬树拿毕业证书的活动 跟校长有讨论过就是把树攀带进校园 然后可以结合一些自然课程 让学校的课程不会是单调乏味的 就是纸本上面的东西而已 舒旺和妻子游竹军具有攀树证照 毕业后回到母校帮忙修理树木 也利用自己所学 让学弟妹了解亲树护树的教育 鼓励亲近大自然 不管是海底毕业典礼 还是爬树拍毕业照 校方都透过这种方式 让学生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 几新闻来宣估郭俊宇采访报道